西南的边境 苗江不比漠北那些旱匪 狼子野心 手腕高超 翻不出什么大风浪 你也有说别人狼子野心的一天 什么时候 我真拉着他们几个大旗 你说太傅老头 会不会吓晕过去 你若真闲来无事 就先替朕去北行宫看看 不是有四喜吗 怎么光知道使唤我 朕是天子 使唤一个边疆王爷怎么了 得得得 我去就是 看着今日天色不错 去宫外吃顿饭吧 午后我就去北行宫 要吃什么 随便 烤鸭 不吃 帅肉 不吃 那要吃什么 随便 随便 悬鸣网铁 上古之物 玄鸣罕铁 看来阁下也是个有来头的 听着脚步声 可不像是这行宫里头的人 晚辈只是路过 打扰了前辈的雅信 还望见谅 算不上雅信 只是一盘棋下了三十年 不是左手赢 就是右手赢 前辈喜欢下棋 那前辈可知道 焚心菊 莫说你也想去找黄金 那岛上 可的确什么都没了 前辈放心 晚辈对朝衙并不关心 只想知道 焚心为何会发光 焚心在你手中 原来九玄机被毁是你所为 果真厚生可畏呀 那朝衙 可不是什么好地界 晚辈愿闻奇想 相传 当初朝衙老祖带着族人东渡 是为了寻一处苦修之地 可是时过百年 事实变迁 后生们误打误撞 救了个海上迷途的商人 世人皆到朝衙便是黄金党 却不知 那全是从别处搬来的 原来当不真有黄金党 遇着焚心有何关系 焚心发光 是因为月明蛊 蛊虫能唤醒海中的蓝火鱼 只有跟随鱼群 才能找到朝衙岛上的黄金 焚心这样的珠子 岛上遍地都是 只有不知情的中原江湖人 才会将它当成宝贝 放在九玄机中引人消想 所以 能让焚心发光的人 身上都被中了月明蛊 实不相瞒 在下有个朋友 能令焚心发光 这可不是什么好事 这蛊虫可有危害 是否致命 你这身上少说也带了七八种蛊毒 也是个懂孩儿的 还怕解不了月明蛊 去吧 毁了朝衙吧 那里原本就是座孤岛 将来也不必再有人了 前辈对朝衙之事如此了解 可是朝衙救人 去毁了朝衙 我便告诉你我是谁 多谢前辈 待我解了蛊毒 再来找前辈详谈 得先去帮小约 把月明蛊取出来 疼吗 有些忙 蛊虫已经取出 酸马是正常现象 过两三天便会好的 不烧掉吗 朝衙一事尚未解决 过后再烧也不迟 可我还是想不通 朝衙的蛊 为何会在我身上 若说是十多年前 黑袍人进宫时所下的 也说得过去 可当时朕还是个七八岁的孩子 用意何在呢 皇上 陶大人说 有急事要报 拿了 老奴告退 怎么了 沧南州的知府余书 前日在府衙书房中 力气暴毙了 沧南州 怎么了 江湖中 有个专门传递信息 买卖情报的门派 叫飞鸾楼 楼主井流天 近来在沧南州 以黄金白两 高价悬上 几名黑袍人的人头 据说这些人 会用歌声获人心神 这么巧 朕记的古书中说 朝衙中人 常常在日落时 吟唱祈福 歌声婉转射人魂魄 故而称为 朝衙迷鹰 听上去 有些玄乎 但你我怀疑的 应该是同一件事 焚星 朝衙 九玄机 还有兰衣展和囚戟 总觉得事情 远比我们想象的 要复杂得多 谁能想到 随手拆了 一座塔 到牵扯出 这许多事端 你与那 飞鸾楼的楼主 熟吗 挺熟的 那能不能 替朕去问个清楚 好 说吧 又要我去偷什么 人 你让我去偷人 飞鸾楼的锦流天 你可认识 我怎么会认识 谁教这种事 你去递个拜帖不就行了 飞鸾楼每隔三月 放才开一回门 这么多年 从未坏过规矩 怎么听上去神神叨叨的 你找他做什么 飞鸾楼高价悬赏 一伙黑袍人 有人疑心与朝雅有关 让我去问问 是不是你的心上人 那关我屁事 你自己应成的 你自己管 喂 姚儿 白袍玉扇 想来便是飞鸾楼主了 失敬 阁下可是西南王 巧了 本王正打算 去见一见楼主 没想到楼主 恰好也在王城 王爷想问的 可是虞书之师 正是 楼主如何知道 飞鸾楼张榜悬赏 有一位名叫 徒步界的江湖客 自称来自西南王府 接了榜之后 不仅人没抓到 虞书也离奇暴毙 虞书是我的客人 客人无故被杀 我自然要查清真相 图不借本王知道 但此事 的确与西南府无关 井楼主看起来 似乎知道不少内幕 本王想问巢崖之事 看来没找错人 楼主请坐 能知道巢崖 王爷的确不是反品 我可以与王爷合作 但以物换由 在下想知道 菩提心经 究竟是何物 武功招式如何详解 楼主若想知道 改日与家师 过上几招如何 那便这么说定了 传闻中的朝衙 是座处处都是宝石 与黄金的岛屿 虽说海外仙山 大多如此 可唯有朝衙 数次被洗劫一空 岛上的人 也大多被涂 逃出生天的 便是这伙黑炮人了 涉帝不久前 也曾倾下南洋 归来后 说法也与之相同 十余年前 朝衙族人 曾入宫拜见先皇 在离开之时 讨要了不少金银财宝 若当真如令帝所言 遍地黄金 又何必还要在乎 这些东西呢 王爷的意思是 涉帝再说谎 这怕是只有 楼主自己分辨了 那伙朝衙人 如今在何处 飞鸾楼收钱办事 通知了不少江湖中人 如此境遇下 他们一路北上逃命 我便是因此 一路追到王城的 王爷 小王爷跟人跑了 跑了 小王爷遇到了 日月山庄的人 相谈甚婚 一路策马出了城 便不见踪影了 日月山庄 那便随他去 玩够了 自然会回来 若真一路跟去江南 沈家也不会吝啬 一双筷子一碗饭的 是 属下知道了 王爷倒是会做生意 涉地淘气 让楼主见笑了 楼主 可否详说虞书之死 家庭恍惚坚持 看到黑影一闪 书房内的姨太太 便开始尖叫 待到众人破门而入时 虞书已经被人一剑封喉 当场断了气 当事之人中 还有个姨太太 名叫翠姑 姿色平平 不过嗓音万准动人 是虞书从青楼赎回来的 青楼女子 以井楼主的身份 想介入查案 应当没有任何问题 可否替本王 多多留意 这位姨太太 自然的 王爷 小王爷回来了 还抓了一伙黑衣人 说是什么 巢牙人 让属下带给王爷就是 已经关在楼下柴房里了 巢牙人 王爷这位弟弟 的确十分有趣 既然事情已了 在下便告辞了 楼主慢走 王爷 不打算解释一下吗 有什么好解释的 我在山里恰好碰到 就给你带回来了 是不是沈将军让你查的 是楚皇想知道 一样一样 转个弯都一样 我这回好歹也算立了功吧 有奖励吗 想要什么 菩提心经 不行 害人的功夫 不让你知道是为你好 献人 若当真会害人 师父怎么会让你练 我练 是为了疗伤 不过你今日 的确值得赏 菩提心经是不行 但猎云刀可以 猎云刀 那是父王留给你的 父王给我 是因为你当时年岁上小 师父甲死前 曾赠予我玄名喊铁 虽说看上去 像是破了点 大也顺手 行了 你好好带着吧 你要去哪 进宫 巢鸭人既然已经找到了 我得去交个差 你早些睡吧 这么着急去 撕毁沈将军啊 不过 沈将军这个时辰 还在宫里吗 还真是猎云刀啊 我回来了 一整日也未见人影 还当你真回西南了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那伙巢鸭人 已经找到了 找到了 姚儿碰巧遇到的 顺手就抓了回来 姚儿可真是我 大出的福星 那我是什么 小话本里 整日不是造反 就是谋逆 你是狼子野心 这些巢鸭人 先亮他们一晚 牧尺老人 已经研究出了 八荒阵法 可要去看看 这么快 还当是古书里才有的东西 没曾想 却真的 能重现于世 八荒阵法 说穿了只是个铜人阵 不过据闻 肥编国是将阵内的铜人换成了死士 所以才会难以破解 八荒阵 与肥编国有关 最近这一连串的事端 由头 可都在南洋 虽说那里岛屿众多 未必就是肥编国 但多知道一个阵法总没有坏处 有备无患 真正的八荒阵法 除了能困住敌军 还能扰乱其心智 时间久了 便会出现幻觉 自相残杀 地方不够大 只得将所有的东西都缩小了数倍 若是到了真正行军打仗的时候 将铜人换成真人 人数也可随意翻倍 八荒阵讲究的就是这样 人数越多 威力也就越不可小觑 前辈果真令人佩服 前辈这里 机巧物件不少 都是暗器吗 不是不是 都是些大雁城的工匠 自创的小玩意儿 大多是给小娃娃细耍 胡乱拨弄几下 如此精妙绝伦的手艺 却不肯收徒弟 未免太过遗憾 俗徒看得是缘分 强求不得呀 今日也见识过了阵法 朕就不打扰前辈了 先告辞 告辞 楚皇慢走 王爷慢走 你要回客栈吗 看你这脸色煞白的样子 还回什么客栈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这八荒阵法固然绝妙 场面还是血腥了些 难怪你不适应 可要宣给太医来瞧瞧 不必了 明日你让姚儿带朝雅人进宫吧 朕要见一见 问个清楚才好 醒了 又干什么 有好事 亲爱的哥哥所说的好事 十有八九是不是什么好事 走 带你进宫 进宫做什么 看八荒阵法 吃饭 天都没亮呢 是小渊想见你 小渊是谁 楚皇 皇上要请我吃饭 记得别给西南府丢人 衣裳换一换 等会儿随我一道进宫 小渊 小渊也是你叫的 不是都说我哥狼子野心 和皇上势如水火吗 怎么叫小渊叫得这么轻啊 莫非是代号吗 皇上为什么要找我去吃饭啊 因为你找到了朝雅人 是大楚福星 走不走 明女参见皇上 朕一早召你进宫 是想听一个解释 朝雅党 已经毁了 为何 岛上有一人名叫玄天 勾结了南洋匪徒上岛 将所有人都杀了 甚至连他自己也没能幸免 全岛百余户人家 如今也只剩我们七个人了 只是没想到 除了岛也一路被追杀至此 那伙南洋匪徒陷在何处 赢他还在朝雅岛上 真是没料到 语书竟然还会和南洋扯上关系 明女恳请皇上 替我们夺回朝雅岛 朝雅并非我大楚子民 于理不合 朝雅岌岌可危 唯有皇上能救我们于水火之中 而且 我等一路被人追杀 想留在宫里 也好 只是这宫内人多眼杂 诸位住进来 怕就不能随意走动了 明女明白 那便退下吧 明日 自会有人去接你们进宫 明女多谢皇上 为何又让这群人 游在宫中啊 在宫里是软禁 自会有人专门看守 姚儿 对其余的朝雅人 你怎么看 这就是大楚天词啊 怎么觉得哪里不太对 好眼熟啊 姚儿 我不怎么喜欢那些人 刚到客栈之时 对下人移植气势 看上去 自私又愚蠢 是这样吗 先前朕年岁小 对朝雅人并无太多印象 只是却没觉得 居然能如此不讨戏 不管怎么样 先看看他们想做什么 也好 姚儿 可要一同去用膳 好 想起来了 这不是我在琼花谷外客栈里 遇见的那个人吗 你认识这个人吗 认识 是谁啊 看着和哥哥熟得很 但我没见过啊 宫里头的人 哥哥出去就是为了见他 属下什么都不知道 是不是楚皇的侍卫 大 难道 他就是哥哥的心上人 可是师父当时为什么说 哥哥的心上人是沈将军 到底是什么情况 师父回来了 回来了 正在小王爷房里呢 吵架 出去 当真生气了 就知道骗我 为什么说是沈将军 我要换一个师父 姚儿不哭啊 师父带你去逛青楼 逛个鬼啊 你是个什么破师父啊 天前八岁的时候 有个和尚来西南府算命 说我 在三十岁之前 命都不好 现在看来 汤真是个圣僧 那三十岁之后呢 三十岁之后呢 或许先一步 被师父气死也说不定 你途啊 这次玉关山之行 有劳师父了 可有发现 没有 人早就成了白骨 棺木也足足 落了一只厚的灰 哪有什么死而复生啊 都是唬人的 江湖中 早已无人计的蓝翼展 唯有塞潘安心心念念 甚至不惜与天叉教合谋 摆出焚星局 只为引他现身 当真是执念害人哪 知道执念害人 便不要将大好年华 白白耗在一个 不知道的人身上啊 师父想说什么 你可知前些日子 朝廷为何要派人前去肥缅国 因为肥缅国主 长得甚是英俊高大 因为据传在肥缅国里 有天臣沙 天臣沙 你又知为何楚皇要找牧痴老人 去研究八荒阵法 破六合入八荒 这套阵法的创始人 便是肥缅国主的先祖 楚皇已经打定主意 要挥兵南下 八荒阵已解 肥缅国的屏障已破 若是我在此事毒发 只怕不输粤语 大楚的军队 便会压境南洋 可此事关乎你的性命啊 万一找不到解药 死了怎么办 所以师父要帮我 没有人知道天臣沙 长成什么样 所以呢 随便找来的药物 即便吹破天 也救不了你的命啊 我身后可没有江山设计 再任性 也无非是一条命 可他若任性 是生灵涂炭 亦是千古骂名 师父买两年都能活 徒弟说不定 也能试试 金蚕县已经开始躁动 此事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 哪怕只是为了保命 这菩提心经 你也务必得继续练下去 一招一事都不能漏 练得神功盖世 盼人扮鬼 那也比丢了性命 要强上许多呀 若有不测 还请师父 务必替我周全 优优独播剧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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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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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